這批評的正義是不做 因為之前 邀理官長劉振鴻 在共同聽大部四合的面對 現在這個機會也讓立委批評 說劉振鴻根本就沒有在過 臺灣在地的客家文化 邀理官長劉振鴻共同聽 在南大埔四合的主題 引起大家的議論 日子以後民進黨立委 有意針競技術 劉振鴻他故意保存 客家文化便宜 要在後隆 高鐵的電窟 要現行一組 臺灣振鴻建立中 並沒有存在的振鴻鴻樓 來最多越振鴻的服務中心 南部到東部 所謂號稱客委會列管的客家 重點文化發展鄉鴻的客庄 從來我們在自己的歷史記憶裡 全部看不到所謂的圓樓土樓 我們的歷史記憶只有 客家在火房 所以我們不知道 我們的圓樓從何而來 客家的客家在樓 是早期客人 因為建範前三個客家 為了地口 都會在現場的建築 雖然時間的理解 來臺灣電窟的客人 擁合臺灣在地的任務環境 所以不是工廠家人為 火房將會代表 臺灣的客家建立 當地人必須要以一個 非常強固的建築型態 來保衛自己 我想這是土樓 那臺灣不需要 臺灣需要的是一個 非常緊密的一個 對於跟自然的環境 跟人文的環境 相結合的一個建築的空間 劉縣長他應該是要 趕快的來下臺 趕快的來 那個重新來 正是我們桃園苗栗的客家文化 那這樣子才會 讓有一個 一個新的契機的產生 台風文宿工作者 要求劉政鴻 馬上提起行見 跟臺灣無關的客家 他能建立 重新檢視臺灣的客家文化 在秀廟這個在地的文化地秀 只會到真正為台風帶來發展 記者 綜合報導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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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鐵騰